若是他敢对我们下狠手 我就敢对他下狠手 小心 师父担心你的安危 特意派了助手来接你回武神山 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不是说好了吗 要走一起走 要留一起留 你留下来会有危险 爷爷在泽州 宴井 中原各世族 风龙和新月都收到了请帖 却唯独没有我 爷爷这是听了王叔的谗言 对我有所猜忌 你有信心应对吗 我当然有 那你就无需赶我走啊 好吧 我说实话 没有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你是要我的保护跟支持 小姚 我求你了 离开这里 陈荣山现在非常危险 你无需担心我 我不是我的母亲 西炎王对我没有养育之恩 若是他敢对我们下狠手 我就敢对他下狠手 他毕竟养了你几十年 若真到了哪一步 你下不了手 交给我 陛下深夜遇刺 赵苍璇即刻赴泽州行宫觐见 不得耽误片刻 爷爷可安好 爷爷有惊无险 一切安好 让大哥失望了 岳梁 你怎么说话呢 大哥 爷爷现在就要见 赶紧走吧 殿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清楚 那起来吧 此时蹊跷 殿下绝不能去 泽州也重兵把守 恐是五王是有局 殿下万万不能前往 殿下若去了泽州 生死皆在陛下一念之间 即使陛下放过了殿下 五王也虎视眈眈 奔赴泽州犹如羊入虎口 殿下 请殿下留在城堂山 我必须去泽州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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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是不去泽州 王叔便可栽赃 我有反心 爷爷就会立即派兵 围攻陈荣山 我根本没有办法 与西安大军抗衡 等到陈荣山迫使 你们所有跟着我的人 都会被处死 我不想死得那么不值得 也不想你们这么多 有才华的人 死得不值得 是不是要愿意 殿下泽州 如果爷爷要杀我 你们去了也没用 反倒会引人注意 军役随行 其他人在泽州城外 等我即可 是 是 安全起见 我先派人护送你回神府 林哲 林哲 秦璇 来 我陪你一起去泽州 你真的不用跟我一起去 我既然敢去 就有把握可以活着回来 既然有把握 为什么不让我陪你去 再说了 我也想见外爷了 你装什么活动啊 你跟我去有什么用吗 灵力那么低微 真的有事情了逃都逃不掉 就是个拖累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在给我添麻烦 就算添麻烦我也要去 你不用担心我 我好歹是号令王机 你叔叔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就算你现在让我离开 我也会偷偷地跟着你去泽州 出发吧 我一直公开 我都要过来 对这里 我会有什么东西 我会发生他